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8日出席聯合國維和峰會後 正式結束了這次的美國之行 南加華人社團美華聯和美聯盟 日前就習近平訪美舉行座談會 窗談習主席訪美的重大意義 在論壇上多位喬領分別發表對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訪美成果的看法 其中華人社團聯合會張素九認為 習近平訪美表明了中美兩大國互相尊重是雙贏 不單止關係到兩國的和平 亦都影響到世界的和平和發展 對於習近平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上承諾 中國將對不發達國家進行資金援助 張素九表示 這是中國在世界外交上的一大成就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次訪美首站選在西雅圖 並在當地舉行招待會和500位在美僑胞見面 有幸參與今次見面會的美華聯主席 民主席郭仲表示南加僑胞能夠和習近平見面 心情非常激動 他又鼓勵他們要成為在美華人的模範 所有南加州的華人華僑都心情跟我們一樣激動 大家發到朋友圈裡 大家看到我們在西雅圖的一些境況 大家都跟著激動和興奮 所以我們這些僑領也有責任 帶領我們南加州的廣大僑胞 在自己安身立命做好的同時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8日從紐約啟程回國 結束為期七日的美國之行 在過去的一個星期 習近平從美國西部門戶西雅圖 到政治中心華盛頓 再到多邊國際舞台的紐約 推動中美構成新型大國關係 登上聯合國的講壇成果風石 天下維視記者馬進出方報導